黄色队伏的中国女族 而从右向左进攻的是 身上黄色队伏的乌克兰女族 向前送出一脚边路的传球 这个球已经越位 这一次啊 中国队的进攻 还是找到左边 老少这么一点 这是偏一个速度 边才又举起 刚刚在中场直接断了球 送一脚直塞 看看他们的冲击力 爆发力非常的强 刚刚这一下是他们在封线上的 八号队员 那回传 在中间 中国队马上压上来 这是一个中场的断球 前面有几个队员在跑位 给到边路 直接一个长传 前面有没有机会 甩头再往前顶 这一下顶的力量有些大了 现在场上的主动拳 是被中国女族的姑娘们占据着 哎呀这个球传的不好 这个球传出事了 马上乌克兰人有反击的机会 传给封线迪佩罗伊斯 我们这边马上有人过来包夹 这一下是尸体上的接触 刘珊珊撞了一下 球没有犯规 没有问题 对方的八号 他的球感非常好 尝到中间 到了后点 赶紧把球踢出了 好球 又是高尘 在这边等 观察 给他中间 左脚切进去 好机会 这个球没有提到 又是9号 又是唐嘉丽 这个球的落点可真不错 这次又来了 还是左边 乌克兰人是一次又一次 面对着中国队的冲击 给过来 拿住球 直接左脚 起脚打门了 这个球打败了 中国队的第二脚 正式打门应该是 那一块的位置 那一块大片范围之内 没什么人 还是选择往里面给 球是学校的 哎呀呀呀 球进了 哎呀 球进了 一分打成一米凉 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对方的文件出现了脱手 这是一个神奇的脱手 这让王双大进一球 王双将球直接发进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球是怎么回事 这个球 王双的球带着强烈的内旋转 哎呦 这个球业余了 扑的这个球 球都到手边了 这手还没想抱住 还想怎么着 看到边落 中国队看样子打的像是一个三后卫的阵性 有点三后卫体系的感觉 边位高层这边插的是非常深的 有点这个之前中国为中国男族的那个感觉 那边是邓韩文 邓韩文是负责往前插的 是负责往前插的 这个球给过来了 进球内 打门 球进了 对方门将戴入木槿 毫无反应 球进了 中国队就是两球领先 我的天哪 23号任贵新进球 对方的门将站在那里神地 往那一戳 勿送皮球入网 这次又到了边落 又到了边落 拿球给回来 有多个点的包抄 还是打左边 这边左转是一度的打穿了乌克兰的防线的 已经在左路 又乌克兰右路这边 已经凸了很多次了 乌克兰这边要加强一下防守才行 外点又被反断了 直接往进去里面掉 又要来吗 千点一电 这次闻出了一次不错的波救 中国队10号杨历的凌空电射 中国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第三次的定位球机会 这个角球要打一个战术了 打一个战术再给回来 拿球 王双左脚都到了大后点 这个球再大门 球进了 球进了 一度表现 有些失误连连的9号唐嘉丽 打进一球 比分打成3比0 乌克兰人有些粘球 现在有名队员倒在了地上 中国队还在进攻 闹这边的边落 拿球的又是王双 下底穿中 这一次很艰难 哇 即便如此 还是把球给顶到了 乌克兰阵中最具杀伤力的一个球员 但此时他却把自己给杀伤了 他坐在地上 久久不能站起 应该是要换了 应该是不能坚持了 应该是要换了 这个镜头给的不好 人家还没穿上裤子呢 就给人镜头 还有机会 张瑞给过来 分道边落 拿球 怎么处理 还是穿中 这次全点投球 哇 非常危险的 人球 乌克兰这边前场的定位球 还是没有了 门球 总算是有了赵丽娜的镜头 上一场比赛 赵丽娜是休息 就是为了这场打乌克兰做准备 没想到比赛进行的如此顺风顺水 哎呦 这一脚在踢出去的时候 对方直接的一个 无情暴产 来吧还是吹了犯规 可是倒在地上的 却是乌克兰人 这球低配罗伊斯 没有挺好 后点还有人 顺上来 远点有包抄的点 坐下过渡 在中间 往里顺 球这次的对方的处理还不错 乌克兰队也获得了脚球 这个是要小心的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 乌克兰人身高马大 他们的优点就是他们的高度 所以这次要防脚球就很危险了 就很危险了 乌克兰你看个子 都比中国的队员要高 给到前点 危险 就好脚后跟 这一下 对方的队员是脚后跟 也是他们的队长 非常危险 17号阿帕纳斯深科 刚才这一下 先挡到第一下 外点过来 这没有人防 左脚直接一抽 这球的力量确实很大 今天广东佛山的温度 目前的温度是20度 反正适合踢球 好球 错了一个身后 进去内摔倒了 才不止下了12码 给了一个点球 这次中国队的配合 进去内拉倒了杨丽 还判 英哨了 对方的手上是有一个明显动作 把杨丽拉倒 这球杨丽已经在速度上 已经是吃掉了对方的后卫 对方一看 其实这个球吧 手上动作也不大 这球对方手上动作其实也不大 这俩手这么摸了一下 摸了一下杨丽的右肩膀 杨丽失去了平衡 倒在地上 这个球由王双来主罚 如果打进 将会是没开二度 球进了 好稳啊 打向左上 非常非常的稳定 一点都不慌 我这话还没说完 就把球踢进去了 一分已经站成4比0 已经变成4比0 往前走 下底 面对对方的队员 脚底也倒了一下 再把中间传 过来抹住 进圈内摔倒了 这次裁判并没有理会 当然这次中国女子的队员 是倒在了进去之内 可能受伤了 向前起球 送一个身后 我的天空球穿透了 乌克兰全部的防线 打门打飞了 中国队10号杨丽 刚刚这一下子的穿球啊 直接把乌克兰的中中线 给穿透了 这边再分过来 乌克兰的进攻又忌忌了 还是王霜带球 好球啊 这个球王霜 居然发现了一条线路 把球塞了过去 这球也就稍稍给的大了一点 这个直塞是 这中国女子的直塞 是比较厉害的 乌克兰这边也来直塞 被挡了一下 还有没有 边路船中起球 球做了一个折射的变线 这边复住啊 给文将赵丽娜 赵丽娜这大腿真长啊 王霜往边路给 这球给的有点大了 这个球 王霜给的是 刚上来的这种劲儿 但是 接球的九号唐嘉丽呢 是 已经踢了六十分钟的劲儿 俩人没对待一块 到了中间 对方的四名后卫 平移回防 往前给 下底 中间只有一个点 有多点还在包抄 船过来 前点冒了 后点拿住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射门打得比较正 这次是替补登场的球员 七号严谨的射门 往前给 力量给的稍稍的 小的那么一点点 拿住球 多到外面 一个大脚 到边路 哇 这球卸得不错 真心不错 唐嘉丽 起球 这球 还有机会 小角度的打门 这球扑在了自家后卫的身上 还有机会 转上一根球 再给漂亮 再打门 哇 进去那一片混战 进去那是风声鹤唳 冰火马轮 这一波差点要有5比0的意思啊 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道边路 还在拿球 中国队还在攻 现在是惊魂未定 拿球打门 我这球打的门 就要差点失去重心 被挡了 什么意思 就自家人打了自家人 看这次边路 错过来 下底 中路有三个点 一扣 扣得很精彩 传向了后点 后点很危险啊 球顶在边往上 又是七号 替补登场的严谨锦 普普兰队员拿住球权 都处理 做的稍微的多了一点点 这样错失了娘机 哇 你看高山还在拼 还在跑 高山现在踢了75分钟了 还很有力量 绕了一下 往前走 这个球越位了 这个球越位了 张瑞还是越位了 这么一大个 这一会儿 别给中国队脚球的机会 给个脚球定位球 受不了这个 王珊珊 也是一个很有歌能力的 看到左侧的机会 传过来 有没有机会 拿球 小将需要一个机会 但是边才把这个机会 吹流产了 给到这一边 做转移 最后的11号 这小姑娘又上了 生龙虎虎 刚才闷那一下 其实就是一个成长的阅历 既然选择了一个小丫头 居然选择了踢足球 肯定会被闷 足球说是男人的运动 但是你既然选择了女足 你肯定会有这一天 小丫头这也上了一课 这一课 她被闷的那一刹那 也是想到了很多 王珊珊好快 穿到中间 空门了 严谨 小将严谨进球了 这个球是 跑不了了 就该是你的 一分打成了5比0 这个进球也彻底锁定了胜局 砸垮了乌克兰队 所以进球也是 有如这个喷出的泉水一样 名言不断 又来了又来了 传到中间 又是小家伙 打门 打在对方的胳膊下边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拿球往中间传 又闷在了头上 我的天呐 乌克兰现在是血肉搏杀 才叛名哨 还是严谨姐 刚才又是王珊珊 比赛结束了 2017这个春灰物流杯的 这个女足邀请赛 在佛山的比赛 打完了 这样比赛 中国女足是哼畅淋漓 大比分无比零 战胜了乌克兰女足